这首唐诗提到的吴定河在陕北 是黄河的一条支柳 唐朝名将郭子怡在陕北戍边时 听过这样的传说 说陕北银州吴定河 龙脉聚集 太平时节不可随便动土挖掘 否则就会惊动龙脉 汇出大事 唐代的银州就是现在的陕北米纸县 到了宋代 有人想起了郭子怡的传说 就把吴定河仔细地查看了一番 只见银州米纸一带 万山重叠 圆如窥顶 就像茂窟一样 吴定河从中流过 水势湍急 掏声如雷 就断定这里是隐藏蛟龙的地方 避出奇人 但宋太宗没在意 谁知几十年后 银州御使李光衍在此驻军 动土挖井 结果吴定河水顿时暴涨 随后 李光衍的夫人便梦见吴定河神 把一粒红丸放入他的口中 不久 他就身怀六甲 在吴定河边生下了一个男孩 这个男孩生下来就长牙 李光衍很是惊喜 就把孩子取名为李济谦 这个李济谦 就是后来有名的西夏国王 当年这个西夏国 偏安西北 天天骚扰大宋朝 饶得大宋朝寝食南安 蒙古人占领中原后 有个僧人叫杨莲真家 这个妖僧专门到处破坏风水龙脉 他向忽必烈奏称 陕北弥址有王弃 承熙三里有土丘高耸 王弃集中在承熙 所以要在承熙建一座三层高塔 压住吴定河龙脉 忽必烈准奏把土丘挖断 在承熙建塔镇腰 城门永远封闭 整个元朝 吴定河龙脉就这样被压住了 但安徽奉扬的龙脉 却被忽略了 元朝不到百年就被推翻 天章做了大明的皇帝 到了1606年 弥址县城老发洪水 城墙西门多年被堵死 洪水积存在城中 老百姓苦不堪言 于是当地士神联名 要求官府把西门挖开 把洪水放出去 也许是时间太久了 人们忘了龙脉的事 官府也就同意了士神们的请求 在城墙根上挖洞放水 谁知这一挖不要紧 突然狂风暴雨 电闪雷鸣 吴定河水再次暴涨 猛冲弥址县城 士神们害怕了 赶紧铸造一个千金铁闸 压在洞口 可是晚了 李自成出生了 后来 李自成越闹越大 宠宠皇帝想起了郭子怡的传说 又想起了元朝那个妖僧 断龙脉的做法 但他并不知道 弥址县挖开了西城墙 宠宠皇帝于是就下旨 挖掉李自成的祖坟 陕西巡抚汪桥年接纸后 密令弥址县令鞭大寿 去完成此事 鞭大寿找到了李自成的祖坟 彻底毁坏 还把周围的树木 也一把火给烧了 李自成当时正在围攻开封 听说鞭大寿挖了他的祖坟 急眼了 立即率军回到米址 这时候的鞭大寿早跑了 李自成命令将士 把祖坟重新修好 也修复了被挖断的龙脉 但是祖坟中的尸骨 油灯都毁灭不见了 据说 李自成祖坟被挖在那天 李自成的眼睛被弓箭射伤 后来的事是 李自成击溃明军 攻进了西安 称了王 随后东进 一路高歌 打进北京城 宠祯皇帝在眉山上吊自尽 大明王朝就此灭亡 好像是祖坟被挖了 没什么效果 其实 效果不仅有 而且还很大 李自成在北京称帝 不过四十多天 就仓皇逃离了北京 后来 一败到底在湖北九宫山 被村民用锄头打死 这难道不是祖坟被挖的结果吗 据说 当年 臣团老祖早就预言 说 米纸的山 雄而不锈 王韵 难以长久 李自成本来形势一片大好 是李自成 自己把自己的王器给卸了 他在西安称王后 回到米纸 修缮了城墙 还在三峰子山上 修建了新宫 城墙本来不该修 特别是西边的城墙 应该全部拆除 让王器喷不耳出 修建新宫 是更糟糕的一件事 这新宫 死死地压住了 米纸的龙脉 李自成的王器 怎能长久呢